2019年是香港廉政公署成立45周年 当地时间2月23日 香港廉政公署举行开放日 首次开放扣留中心 邀请市民和媒体走进廉政公署办公大楼 参观廉政公署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 当天一早就有大批市民排队进入廉政公署办公大楼 廉政公署首席廉政教育主任苏彦玲介绍 开放日采取网上报名等方式 市民报名十分踊跃 这次我们收到很多市民的申请 大概在网上的申请有15000个 当中我们是透过抽签的形式 是分配这些入场券 最终是有1400个申请 是获得分配这一个入场券 我们预计在我们这几天的开放日里面 是会接触到可以有4000个市民的 启用于2007年的廉政公署办公大楼总共25层 此大楼启用后 廉政公署的执行处 防止贪污处 社区关系处等部门全部集中在这里办公 当天公署共开放6个楼层 市民可参观的场地包括枪械设备 模拟录影会面试 廉政公署展览厅等 还可以品尝廉政公署最有名的咖啡 其实一向都觉得OK 因为他们是打资贪污 认识多很多回于ICG的工作 怎样去对办人怎样去等问他们 或者是拘留 因为平时很少会去属于这些地方 参观者提到的扣留中心是廉政公署首次对外开放 记者在这里看到每间约10平方米的扣留中心 参观者提到的扣留中心是廉政公署首次对外开放 只有最简单的生活设施 包括一张床 桌子和凳子以及一个马桶 床上有简单的被褥 屋里的灯光明暗度可以自己调节 被捕人员在此被扣留不超过48个小时 如果在餐饮上有特殊需求 被捕人员可以向工作人员提出申请 工作人员会根据实际情况给予调整 廉政公署展览厅内的展台上 展示了廉政公署从成立至今的历程 可以让参观者了解廉政公署的历史 过往曾调查的重大案件 及辖下三个部门的工作 在进门的右手边是一幅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高人民检察院赠送的巨幅刺绣 报春图 苏彦林介绍 近年来内地反腐力度空前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香港廉政公署和内地都有合作 希望双方能够在反腐上不断加强执法方面的合作 及资讯交流 我们有很多的交流 在内地 我们有一个内地及国际的联络组 有定期的交流 比如说我们的法律 我们做反贪工作 比如说就是在执法 防贪跟我们教育方面 这个三管齐下的方面的策略 我们都会有一些的交流 据了解 此次香港廉政公署 分别于2月23日、24日 以及3月3日举行公众开放日 一共3天 预计将有4000多人走进廉政公署参观 这个三管齐下 我期待私在还一块